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口有光进来 像极了桃花园记里描述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进到村子里会发现这里的建筑大都保留着古村寨的风格 随处可见水车 石墨 水墨 纺织机等手工机器 不禁勾起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村子里的百年古树更是盘根错节 让路过的人不禁流连于此 喝饮流念 此外这里每年都会举行像花糯米饭节 耍狮子 对歌等八美村所特有的民俗活动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进程的加快 来八美村的游客也多了起来 殊不知这究竟是村子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